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210集 长颖脸上的笑有点僵 当着夏小兰这外人在呢 珍珠这么严肃干什么 夏小兰误会她有坏心怎么办 长颖着急了 她必须要把这事说清楚 还要当着夏小兰的面 她示意白珍珠往楼梯处走一走 不要让病房里的高华斌听见 奈何白珍珠的两只脚就像钉子一样牢牢定在原地 根本不挪动 夏小兰一脸无辜 长颖无奈 只能压低了声音 珍珠 你今年都26岁了 你看人家小兰 年纪比你小 不也结婚了吗 我知道你在外面做生意很忙 生意还能做一辈子吗 一个女人 不结婚不生孩子 没有个幸福的家庭 她的人生就是有遗憾 你早晚都要找对象 趁现在还年轻相亲 能找到小高这样的 要再拖几年才开始琢磨结婚的事 像小高这样的都找不到了 只能找那些条件不好的 或者二婚的 甚至死了老婆的 但凡条件不错的男同志 还能等到你三十岁没结婚 啊 也就在旁边看着不说话 都能躺枪吗 夏小兰觉得自己需要解释一下 长嫂子 我结婚这事 不是正年龄大小 我结婚 是因为我想结婚 周成是一个让我愿意结婚的对象 我和周成处对象都好几年了 结婚是水到渠成而已 我有结婚的想法 珍珠不一定有 我想 你不如听听珍珠的想法 长营姨 这能一样吗 她小姑子 要能找到周成那样的对象 就不用家里人着急催促了 可珍珠和夏小兰的条件都不一样 哪有什么可比性啊 长营觉得 人就要清醒认识自己 要务实 珍珠又不是名校毕业 更没有夏小兰的美貌 还要把结婚标准 定得和夏小兰一样高 那真要当一辈子老姑娘了 长营误会了夏小兰的话 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白珍珠 不配合相亲的原因 哦 你嫌人家小高条件不够好 这可就有点伤人了呀 小高这条件 能找到比珍珠漂亮的女同志 可人家也没那么挑 长营掰着手指头数 小高家也是月省的 只是不在阳城市里 可离得也不远 只有一百多里路 她工作分配到阳城 将来自然也要在阳城安家 你俩首先不会两地分居是吧 再一个 小高也有文化 是大学毕业生 分配到机关就是干部编制 你不能以人家现在的工资去看 年轻人工资就没有多高档 和你做生意的收入更没有可比性 可人家以后的前途大好呀 还有 我打听过了 她家里只有她一个儿子 其他的都是女儿 她爸妈身体也不错 以后肯定是来阳城跟着小高 等你和小高有了孩子 她妈也能搭把手 就小高这条件能找更 总之 小高方方面面都挺好的 我实在挑不出毛病来 夏小兰和白珍珠对视 用眼神在告诉白珍珠 你大嫂好厉害啊 不去居委会上班 真是埋没了人才 白珍珠听得头疼万分 高华斌在长永嘴里 处处都是优点 白珍珠也承认 她要不是自己做生意 换几年前的条件 不可能有人给她介绍 高华斌这个档次的对象 别的都不用说 只凭人家长得不错 还是个大学生 那就不缺女同志看重 可条件再好 她不喜欢呢 她不是真要和高华斌 比拳脚功夫 能打赢她 才有资格当她对象 她挑不出高华斌的毛病 但她知道自己不喜欢对方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高华斌在她拒绝后 还频繁来医院 可能是人家会做事 白珍珠却看到了体质内年轻人的圆滑 她喜欢和简单干脆的人打交道 不喜欢和心思复杂的男同志来往 生意上要防备的人就够多了 回家还要面对这么一个人 累不累啊 白珍珠没被长颖说动摇 反而更坚定了决心 长颖想小声说 她却更想让高华斌听见 嫂子 我知道你是好心是关心我 但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和高同志不合适 你不用费心撮合了 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如果高同志再来医院 我只有暂时不来了 对了 我决定给奶奶请两个保姆 二十四小时轮班照顾奶奶 以避免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 长颖着急 奶奶摔倒我也很自责 我真不是有意把奶奶一个人丢在家里 嫂子 我知道 你和我哥结婚 我哥常年都在保密单位 别人是两口子带照顾孩子 你却是一个人 还得要去上班 所以经常把我小侄子 托给你娘家照顾 嫂子 为了这个家 你辛苦了 咱们是一家人 何必分得这么清楚呢 是吧 请保姆的事 就那么说定了 白珍珠把长颖眼眶都说红了 当家属 当然不容易 万幸 白家人能理解她的付出 那天孩子有点感冒发烧 白奶奶年纪大了 她不放心让白奶奶带 把孩子扔在娘家 她自己也在娘家住了两天 白奶奶平时身体不错 谁也没想到 她会自己在家洗澡滑倒 如果不是长颖回家 拿孩子换洗衣服 真的会造成 无法挽回的遗憾 长颖当时也比较慌乱 既怕被小姑子责怪 更怕让丈夫白志勇着急 不想通知白家武馆的那些人 就这原因 她得先把情况稳定了 可小姑子这话听来 是理解了她的付出 又是否真是一点都没怪她 照顾不周呢 以前说好不请保姆了 现在又这么坚决说 要请两个 普通人家哪里能负担 两个保姆的费用啊 长颖要再说什么 白珍珠已经转身进了病房 高华兵尴尬 珍珠 我就是想来看看白奶奶 不是 高同志 你想做什么是你的自由 我想做什么也是我的自由 我不干涉 你也尊重我行吗 奶奶 我和小狼还有点事 等忙完了再来看你 白珍珠和自己奶奶说一声 就拉着夏小兰离开了医院 夏小兰觉得 白珍珠这事处理得果断 病房里 长颖都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高华兵 白奶奶也一个劲道歉 说白珍珠不懂事 小高 她说的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 高华兵迟疑 那我还是减少了医院的次数吧 可能是我表现太着急 把珍珠给吓着了